那死亡的個案也比較多一些 有76位 目前就是新增了 這個333例的 本土中重症以上的個案 其中這104例的死亡個案 中重症個案比例持續增加 死亡數甚至創這波疫情來新高 最擔心兩大族群 長者跟幼童 尤其我們的孩子 死亡率達十萬分之五 是日本十倍 韓國八倍 林口長庚兒童感染科教授黃玉成 被問這數字回得去嗎 他說不知怎麼剎車 社區到處是病毒 台灣26後這天致死率創高 突破過去指揮中心社千分之一 也就是萬分之十的防線 對此陳時中認為 還是得回頭看平均值 整體致死率仍然為萬分之五 但坦言這是警訊 好在全台專家聚集討論 治療方式要多管齊下 上週連續有開一些會議 跟這個禮拜也有 全台的兒童的COVID的照顧的相關 包括感染科醫師 心臟科醫師 重症醫師 還有呼吸 胸腔科醫師 再一起討論 然後有初步一個 暫新腦炎的治療指引 林口長庄 那這邊有提個Case 這個禮拜又發生了 我們就是根據這些治療的指引 再把它加速一點點 治療方式給它多元化 目前好像暫時有 新北亞東醫院一早開門前 就出現爸媽排隊 帶孩子打疫苗潮 至於不能打疫苗5歲以下 等莫德納目前正申請緊急授權 提供6個月到6歲大 孩童版疫苗 最快7月上路 在這前 爸媽只能強化最原始防疫 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門 台灣也因為這波疫情 在最新全球防疫任性月評比 53個國家排名51 將比前一個月掉19名 只攀高原期 我們能以最低傷害走過 GES新聞林亞南瑞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